好像 好像不是很好 奇怪 本來是要幫 加分的 結果怎麼變成 再抓 變成是扣分 好啦 反正還有一次期末考 期末考要小心 其實我們現在談了很多假設檢定的東西 這個 在 日後你們在做很多未來的一些study上面 搞不好都用得到 即便你是做工程的應用 工程應用裡面其實很多也在做一些假設檢定的一些工作 像我們接下來要談的這個卡方 卡方檢定這個以後搞不好就用得到 我們之前談的都是 統計的假設檢定 那接下來我們說過我們先跳過第10章 因為第10章是做回歸分析 我們先跳過去 因為11跟12章其實跟 跟我們要談的 之前的那個假設檢定其實都 概念都一樣 都蠻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先 談到第11章 那在講11章跟12章之前我們稍微再review一下 我們之前談的那個假設檢定 第一個就是說 從一個母體 去取樣出來 對不對 一個母體取一個樣出來 然後從這個取樣出來的資料 所得到的結果 所得到的結果去推估母體的 什麼參數的一個什麼 它是不是可以符合它的參數的一些假設 那這是一個嘛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虛無跟這個對立假設 那怎麼樣去滿足它當然要 Based on那個什麼 Alpha 那所以這個都是一些 最基本 那之後我們在第9章談到什麼 談到兩個母體 從兩個母體 取樣出來 的一個樣本 然後去比較這兩個樣本的這個 統計值 然後去推估它母體的這個 參數 到底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兩個母體的部分 那兩個母體又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獨立的母體 或者是相依的母體 所以又有所謂的相依跟獨立的概念 好那接下來 這個完了之後我們 當然就第11章開始看到卡方 那這個卡方檢定我們其實在前面也有提過 在我們第 應該是第9章 第9章第8章 第8章在講那個單一母體的 從單一母體取樣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談過卡方 有沒有印象 那個卡方是在做什麼 變異數的對不對 在做變異數的那個假設檢定 所以 我們的卡方檢定其實在變異數那邊 其實就有看過了 但是我們現在在把它進一步應用 進一步應用到其他地方 那我們會用到什麼 用在所謂的 卡方檢定用來做一個所謂的分配的適合度的 一個檢定 那這個就會比較常用到 那另外我們也會用到 所謂的變數的獨立性的檢定 還有所謂的比例的一致性的檢定 所以這個都是蠻 就是說在 在做一些study的過程中間 可能都用得到的一些檢定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什麼叫適合度 適合度 適合度 大概中文 有人把它翻成叫做配適度 這個有時候 你們有時候會看 反正中文的翻譯就是 高興就好 反正 就算教育部也許有一些 基本的定義 但是大家 當然還是習慣用自己的 那適合度的概念 英文叫做 你看英文大概就知道 意思叫 Goodness of Fit Goodness of Fit Test 那這個是用卡方 用卡方檢定的概念去做的 那 那這東西在幹嘛呢 這個東西 用的地方是用在所謂的 我們要檢定一個叫做觀察 觀察 觀察就是你去做實驗 去觀察出來的結果 跟你預期的一個 頻率的分配之間 它到底是不是很 很吻合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觀察一筆資料 這筆資料 的結果 我可以 確定它如果是一個 常態分配 那我就可以 之後呢 因為這筆資料 通常可能代表什麼 某一個 隨機變數的特質 就像 身高 你去 搜集一組 身高的資料 然後呢 你去看看它是不是符合 所謂的常態分配 那你如果透過卡方檢定之後 發現 這一群人 他的這個身高 是常態分配 那你就可以說 接下來你可以假設說 這樣的一個 隨機變數 在這樣的一個群組裡面 它就具有常態分配的特性 那之後你要做什麼 之後你可能還會再做一些 更進一步的分析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常態分配 來代表這個隨機變數 有點就是在做model的概念 講到model這個 當然 有些人可能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model就是什麼 我們把一個 一個東西 一個 一個real world 一個現象 我們現在就可以用一個 數學模型 來代表它 你就不用每一次去觀察它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數學模型說 你說 我竟然就像 雖然你們公術沒教 但我一再提 就說 那個彈簧啊 一個彈簧系統 你要觀察這彈簧的變化 你不用每次就去做 做那個觀察嘛 觀察那個彈簧 它的運動形形 因為你如果知道 它的彈簧的某些數學模型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數學模型 來取代這個彈簧的系統 真實的系統 那之後你再做一些 Design 做一些 做一些規劃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拿這個數學模型來 取代真實世界的系統 那這個也是一樣 你既然知道這個隨機變數 如果是一個常態分配的話 之後你如果要從這個母體裡面 去做取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假設這個母體的身高 分配 這個隨機變數 是一個常態分配 我就可以從常態分配裡面 去做隨機取樣的一個概念 好啦 所以這個分配 就是說我們從觀察頻率 要去看看 它跟我期待的 頻率的分配 如果是match的話 那 那 那最好 以後我就可以直接用 這樣的一個特定的 一個分配 來取代 這個 所謂的 我們所要觀察的 這個隨機變數的特性 所以 當然觀察頻率 剛剛其實就講了 它就是 真實發生的頻率 就是你去取樣出來 看到的這個分配 這個情況叫做觀察的頻率 期望的頻率是什麼 期望的頻率就是 這邊 課本解釋說 透過計算 取得的一個期望頻率 那所謂的透過計算的概念是什麼 所謂透過計算就是一個model的概念 就是一個數學模型的概念 然後我們之前其實 唯一 有看到幾個 像是 binomial distribution 對不對 binomial有一個公式 binomial distribution不是一個公式嗎 那個公式的裡面的頻率就是什麼 可以透過計算去算出來的 那我們的常態分配有沒有公式 因為binomial是一個discreet的 是一個不連續的 對不對 binomial是不是不連續的 一個頻率分配 那如果是常態分配呢 常態分配它是一個連續的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函數 記不記得 雖然我們那個函數 我們沒有特別去叫你們要去背它 但是它是有一個函數去畫出那樣的圖形 對不對 那個函數當然它有幾個 有幾個參數 有幾個那個 參數要必須去注意到 包括什麼 它的平均數啦 它的什麼變異數等等 這樣子 你透過它的變異數 還有它的這個平均數 你就可以畫出 搭配那個公式 你就可以畫出一個常態分配的 一個 一個圖形出來了 對不對 那那個就是用 那個就是用計算出來的 懂不懂 那個就是計算出來 那當然我們 我們還沒有談過其他的這個分配 對 所以剛剛說binomial normal 我們大概談的分配 機率分配不多啦 但我們還有談過什麼 之前有談過幾個 像什麼 Passon 有沒有 Passon的分布 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沒有嗎 這邊有考人就沒印象 Passon的分布 它的公式是什麼 這個都有講過 還有什麼 還有幾何分配 對不對 還有超幾何分配 等等 那當然分配還有很多種 機率的分配當然有非常多種 那 像待會我們會看到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uniform distribution 那什麼叫uniform uniform就大家都一樣啊 大家的頻率都一樣 那個叫uniform distribution 所以反正透過計算可以得到的頻率 就叫做期望頻率 那我們真實世界所發生的頻率 我們要去跟你去計算出來的頻率 兩個去fit 去看看它有沒有match 它大概相似度高不高 如果高的話 我們就認為這樣是OK的 那我們以後 我們剛說過 這個隨機變數 就可以利用我們的計算的 計算的這個頻率分配 去取代 去取代它 那這個叫做卡方的適合度檢定 英文 也要稍微知道一下 叫goodness of fit goodness of fit 這樣清楚嗎 為什麼要做卡方檢定分配 這樣清楚 概念知道了 好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好了 像 假設我們今天要觀察 一個客戶 不是一個啦 觀察客戶對所謂的什麼 汽水口味的喜好 那汽水口味有這麼多種 什麼櫻桃 草莓 橘子 萊姆 葡萄 好 那我們就去做了一個取樣 從100個人 這個就是 做市場調查分析嘛 從100個人去取樣出來的結果 那發現 這個是他觀察頻率 那我的期望頻率是什麼 我的期望頻率當然 你可以說它是什麼樣的期望頻率 是你可以去設計的 你可以去設想的 那你設想的情況是說 你認為其實 差不多啊 大家可能對這種口味沒有什麼特別偏好 所以 我的期望頻率就是 大家都一樣 那大家都一樣的 這個頻率就是一個叫做 均勻分配啦 叫做uniform distribution 那我100個人有5個category嘛 5個這個 這是一個discreet的 不連續的 所以有5個category 我category100個人 當然我的期望頻率是多少 20 20 20 每一個口味的喜歡的人數 都是20個人 這個就是一個均勻分配 均勻分配的概念 那如果你說它會是一個常態分配呢 那你知道這個常態分配裡面的這個數字 這邊的期望頻率可能就不是20 20 可能是什麼 假設啦 隨便講 假設橘子可能就40個人 然後呢 草莓跟奶母可能就是20 20 然後呢 櫻桃跟葡萄可能就10 10 那類似這樣它就有一個 類似常態分配的那種概念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期望頻率是你自己可以去設定的 所以 像剛才我說 40 20 20 20 然後這邊10 10 這樣就有點像是什麼 就是 橘子是最 大家最喜歡的嘛 然後再往旁邊 草莓 藍姆 次之 然後再 葡萄櫻桃次之 對不對就有點像那個 Normal Distribution的概念 那現在我們只是說現在 我認為 它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所以大家都是一樣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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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所以期望頻率 那期望頻率我們這邊剛說過 它是相等嘛 所以我們直接可以利用 N除以K的概念 那N是什麼 N就是你的觀察總數啦 除以K是你的類別 好那當然這邊觀察是100 你的類別是5 所以100除以5 大概就是20 這個是一個 uniform Distribution的概念 那如果你的期望頻率不一致 像我剛說如果它是常態分配的話 那你這時候就必須看看 好 這個 你的 這個期望值呢 一年來的期望值會等於是N乘上P 這個P是什麼 P是某個類別的機率 某個類別的機率 那像我剛才說如果它是一個常態分配的話 那橘子如果是40% 那你就是40%乘以多少 乘以100 那40%乘以100當然就是40 所以看你這個P是什麼 P是你所期待的那個類別的頻率 這個P是你自己去根據你 所期待的那個頻率 它的一個 百分比 百分比就是機率嘛 然後乘上 你的取樣數 就會得到你的Expectation 你的期望頻率的東西 OK 算清楚嗎 這個是你觀察的 這是你期望的 那這個期望我們說過 它是可以透過數學去算出來 所以這個什麼算 當然是看這個 你的類別的機率啦 這個類別的機率 那這類別的機率今天 如果像我們這個最簡單的 它這是一個叫做均勻分 均勻分佈或均勻分配的概念的話 那就大家都一樣 那如果是常態分配 或者是其他的分配 你就可以 事先透過一些 那個機率分配的 計算公式 去算出來 它的期望頻率是多少 所以你要把期望頻率把它搞出來 把它弄出來 算出來 然後再來看看 那這樣這兩筆數據 這兩筆數據 有沒有 差別很大 如果差別不大 如果差別不大 我們就變成是一個虛無假設 客戶對 顧客對汽水口味沒有偏好 就呈現一個均勻分配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虛無假設 因為我們所謂的虛無都是空的嘛 這是無嘛 沒有嘛 或是相等 所以 這兩組數據 你先把它觀察是做實驗做出來的 期望頻率你是把它算出來的 然後看看這兩組 那這兩組如果相差不多的話 當然不可能一模一樣啦 我們說過檢定 我們任何的取樣出來 絕對不可能一模一樣嘛 我們只不過在檢定它的顯著性的差異而已嘛 那我檢定 檢定它顯著性差異 那如果差異不大那就代表什麼 這個客戶對口味沒有什麼偏好 沒有偏好的話 所以代表它就是一個虛無假設 所以代表它是呈現一個 一個Homogenesis的 這個叫Uniform Distribution 英文叫Uniform Distribution 那如果差異很大呢 那就代表客戶對口味有什麼 顯著的偏好 就這樣子 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做的 接下來要用 用所謂的卡方檢定 就是檢定 某一個隨機變數 那這個隨機變數現在是什麼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隨機變數就是一個什麼 Preference 它就是一個喜好 客戶對 汽水口味的喜好 這個就是一個隨機變數 那這個隨機變數到底是不是符合 我們所謂的這個 Uniform Distribution 就是所謂的均勻分配 這是我們期望的頻率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要檢定它 做任何檢定你總是要先做一個什麼 先做一個假設嘛 虛無跟對立的假設 好了 那當然要看到這個兩組資料到底是不是一樣 還是有顯著差距啦 所以我們就要把假設講清楚 OK 所以這個就是 卡方檢定要檢定的所謂什麼 檢定的適合度 Goodness of free的概念 講清楚嗎 懂不懂 意思知道 計算 計算稍微複雜一點 但待會計算稍微複雜一點 但也沒那麼複雜 但概念一定要先知道啦 因為以後你們再用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用軟體去算 但是至少概念要知道 你要先知道這概念什麼 你才可以用啊 以後再 以後你們要 不管是以後的 工作也好 或是研究也好 可能都用得到 所以先把概念 先搞清楚 好啦 這樣知道了 所以 Goodness of free 它還是要有一個檢定的概念 所以還是有虛無 還有對立假設 好啦 那重點就是看它的觀察頻率跟期望頻率 到底是不是一致 這是這樣的概念 那它的公式呢 因為 假設檢定總是會有一個檢定值 有沒有 都有一個Test Value 那Test Value再會跟我們的什麼 Quilical Value去做比較嘛 對不對 我們之前算了 第八章第九章不是都在談這些東西嗎 你總是會有一個檢定值嘛 對不對 Test Value 檢定出來之後 你再去跟你的 Quilical Value去做比較 是不是這樣 那比較完 再看它是不是落在什麼 拒絕欲 或者是非拒絕欲嘛 然後再來 回歸到你的假設檢定 要不要去什麼 要不要去 承認它或者拒絕它嘛 是不是這樣 都一樣的東西啊 這裡也是一樣啊 所以你要有一個 所謂的適合度的一個公式 那它的公式其實也不難啊 它就是要檢定什麼 觀察頻率跟我期望頻率 它們之間的所謂的 Deviation 它的離異的程度 它差異的程度是 差多少 如果差很多當然我們就要怎麼樣 拒絕虛誤假設嘛 如果差不多 那這個差不多誰定義 當然就是根據 還是Alpha 那Alpha是什麼意思 Alpha是一個 會犯下 行醫錯誤的機率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還是要跟Alpha來看 所以但是我們要先看看 它的這個量測 要怎麼去量它的 Test Value 那它的Test Value 應該是量測它的什麼 差異程度就是用你的O O是代表你的觀察頻率 減去你的期望頻率 然後呢 取平方之後 再處理它的期望值 那這樣去把它做summation 得到的結果 它會是一個 呈現一個什麼 呈現一個Test Square 呈現一個卡方的分配 那這個就是它的Test Value Alright 所以利用 期望值 觀察值 減去期望值的 平方再處於期望值 然後把它做summation 你看它有幾個 幾個category 把它做summation加起來 得到的這個就是 卡方值 那這卡方值當然 這個卡方分配的 卡方值的自由度 因為卡方分配它是有 Dependent它的自由度 自由度是什麼 自由度就是你的 類別數 減一 今天剛說過五個類別 那它自由度 這個卡方減定 它的這個卡方分配的自由度 就是五減一 就是四 所以這是它的這個 減定值 就是這樣 很簡單 觀察 減期望的平方 除以期望而已 就這麼簡單 然後做summation 然後自由度是 類別數減一 就這麼簡單 那這些 卡方適合度當然 它希望 當然還是隨機樣本 所以隨機還是很重要 那另外呢 期望頻率必須超過五 期望頻率超過五 那另外 因為卡方分配的 它的這個 圖啊 我們之前也有看過 卡方分配它 基本上一定是大於 一定都是大於等於零 一定是從右半邊 那 所以它的檢定 對我們來說 它的檢定一定是右微檢定 那我們之前談的那個 變異數分析的卡方檢定 它是可以有雙微 可以有雙微 也可以有左微 或右微 但是對這個卡方檢定來檢定 適合度的話 它一定只有右微 一定只有右微 為什麼右微呢 因為 回來看看 我們H0 H0如果成立啦 什麼叫H0成立 就是虛無假設是成立的情況之下 那虛無假設成立是什麼意思 虛無假設是 如果假設你的歐跟一是不是很接近 歐跟一很接近 所以歐減一就會怎麼樣 趨近於零嘛 很小啊 一不管多大 反正這個就是 趨近於零就很小了 所以如果是虛無假設 那虛無假設是什麼 沒有偏好 沒有偏好就代表它兩個 這兩個數字很接近 對不對 那這樣算出來的結果 它的k2就很小 k2就很小 所以 如果H0成立的話 它一定會很小 很小大概就跑到這邊嘛 那如果是H1成立的時候 那H1成立是什麼 是對立假設 那對立假設是說 他們兩個不相等嘛 那不相等它有可能大於或小於 不管反正 反正我們最後是取什麼 取平方嘛 對不對 取平方 如果歐跟一差很大 那歐減一的平方 不管是正負的 反正都會變很大 那所以這樣子我的k2就變得什麼 很大 所以 H0成立的時候 k2很小 如果H1成立的時候 K2很大 對不對 K2很大 那所以K2很大 所以它會落到這邊 所以因此它 成立的話 是會在這邊 那不成立的話在這邊 所以我們今天要檢定的過程中 我們只要檢定那個不成立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今天只要看右尾就可以了 有沒有 不像之前的 變異數它是有左右的概念 因為 因為它的 它的中間值會是在中間 而不會是在這邊 不會是只是 只是像我們剛才的H0成立的時候 K2一定會落在這裡 所以它只有一邊而已 就H0成立的時候 它在這邊 那不成立的話 當然就跑到那邊 所以我們就只有一個方向而已 一個方向性而已 所以我們在做 卡方檢定 在檢定 適合度的時候 我們只有看右邊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 因為你的這個 檢定的公式的原因 檢定的公式就是 歐減1的平方 那如果很接近 是趨勁於0 趨勁於0 所以虛無假設是趨勁於0 那對立假設就是 遠大於0 所以我們就看右邊而已 懂不懂 所以這是 右微檢定 Alright 那卡方適合度檢定的過程 其實就跟我們之前的 假設檢定 幾乎都一模一樣 一樣 先陳述假設 確立主張 這個用人家做的第一步 然後接下來要找出 它的臨界值 就是critical value 那critical value 卡方檢定的 critical value 我們之前也看過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透過 查表或者透過 Excel的公式 查出右偉的 檢定的critical value 它的臨界值 然後再去算它的 檢定值 這是歐減1 平方除以1的 subvention 然後來在這個 檢定值跟我的 這個critical value 去比較 然後最後下決定 做摘要 就這麼簡單 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是不是一樣 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剛才的例子來看 剛才那個就是什麼 什麼汽水的偏號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例子 它的觀察值跟我們的 期望的頻率 那不要忘記 我們這時候的期望頻率是 一個均勻分配 就是它幾乎都一樣 好那這時候 α是用多少 用0.05 α用0.05 好 所以同樣的步驟 第一個 先乘數假設確定主張 所以 H0是代表 顧客對汽水口味沒有偏好 這是 也許他的主張 H1呢 是代表某種偏好 那接下來就查 零介值啦 零介值的話 因為我們有五個 五個種類嘛 五個口味的 汽水 所以 它的自由度 卡方分配的自由度 是5-1 所以變4 α是0.05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什麼 利用Excel的那個 KiSquare Invert.RT 有沒有 它是RT 就是右尾的 所以0.054 代進去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Critical Value 大概是9.487 Alright 這個 之前看過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二個步驟就是查出它的零介值 算出來 用Excel算出來是9.487 記住啊 是右尾 Invert.RT 那接下來再算它的 減定值 那減定值當然 剛剛已經把這張表 你要把這個表弄出來之後 你接下來就去算它的什麼 算它的Summension 那這個當然在Excel再算也很簡單 所以你可以把它算出來 算出來 它的減定值是18 那18是它的減定值 跟我的什麼 Critical Value 那Critical Value剛剛說9.487 或9.488 都無所謂 反正 小數點下三位了嘛 所以18是遠大於9.488 所以這個效果怎麼樣 如果以這張圖來看的話 9.488如果在這裡的話 18.00是在很右邊啦 所以呢它是落在什麼欲 落在拒絕欲啊 所以我們就要拒絕什麼 拒絕虛無假設 那拒絕虛無假設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的 顧客對這個口味 是有顯著的 有顯著的偏好 那當然這看你怎麼說 它 課本這邊寫說 足夠證據拒絕 顧客對口味沒有偏好的主張 拒絕這個主張 Alright 好 所以這個跟我們之前說的 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不過重點是在它 算它的什麼 算它的減定值的時候 它的卡方值 是用 0.0.1 好這邊 痾 這個時候我們用 最 就是用減定值跟你的什麼 critical value 臨界值兩個去比較 那 我們說過我們也可以用什麼 p value的方法 p value一定要會 蘇教授你們 有些同學可能對 p value不是那麼熟 p value的概念跟 跟什麼 跟這個臨界值跟 減定值的概念 幾乎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今天不用什麼 不用critical value 他直接看他的機率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給你的alpha 對不對 那這alpha是什麼 alpha就是說 他會犯下行醫錯誤的機率 那這個機率多少 0.05 所以我只要 我的機率算出來小於0.05的話 那就代表他是落在拒絕域 那如果是大於0.05 就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你直接用這個p value 就是他的probability的概念 一樣可以去跟alpha做比較 就直接可以 可以去下一些結論 假設檢定的結論了嘛 懂不懂 所以對這種問題來說一樣 如果你這邊第二個步驟 不算他的critical value 你直接去算他的檢定值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直接算他檢定值算出來是18 你可以利用這個公式 利用chi2.dist.rt 你可以算出 當他是18的時候 再分配 卡帆分配值是18 自由度是4的時候 他的這個p value 他的對應的 在18的這個位置 所對應的機率是多少 那你得到的機率是0.001234 那0.001234代表 從18往右邊算出來的什麼 他的機率的值 就是他的面積嘛 那這個面積當然 0.001234 遠比多少 alpha alpha是0.05 所以代表這個範圍是0.05 然後從18右邊 是0.001234 所以當然這個18就落在什麼 落在拒絕域嘛 那也可以直接透過p value 你就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 OK 這個清楚嗎 情報考一定考啊 這種p value概念也很簡單啦 很簡單 而且其實有時候他們在做一些study 做一些研究裡面 你常會看到的報告 他都是用p value來告訴你 他的檢定是顯著還是不顯著的 通常你的p value如果小到10的-5次方 那當然就非常顯著啦 對不對 就代表他落在哪邊 落在拒絕域的 好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利用卡方檢定 來檢定說 原來我觀察出來的結果 告訴我什麼 客戶其實對這個汽水的口味 是有偏好的喔 不是沒有偏好 好 那你當然也可以把它畫圖 那你說我檢定那麼好 那我畫一張圖 我看起來好像這個差很多 我就認為他差很多 你能不能這樣直接畫一張圖 你就跟他說差很多 統計學家是不會接受這種說法 這種說法感覺上有點是在 看讀說故事那種感覺而已 那這個看讀說故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心證 我今天自由心證 我認為說這個差很多 另外一個人說 就是還可以啊 還沒有差很多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東西 大概只是可以各位參考一下 那大家也說這個看起來就差不多 那這個可能又差很多 但是這個都是用看的 用看的永遠不準 用看的你要去跟人家做科學性的論述 人家說你這次 你這個是 人家反正就會挑戰你就對了 所以在做任何科學研究的時候 總是要有一些方法 一些比較客觀的方法來談這些問題 而不是只是畫一些圖 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適合 這個就是不適合 那這樣是 見仁見智 好 再看一個例子 來 再練一下好了 來 新瑞澄 一位當地的研究員 挑選了一組三百位成年人的隨機樣本 且發現十四三人會完成高中學院 七十六人只有高中學歷 九十六人念過大學但沒有畢業 最後八十五人大學畢業 在阿法等於1.1之下 遣定寧肯郡內的比例 和普查局公布的結果是一致的補償 好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是美國有一個叫做 Bureau of Census就是那個普查局 他可以普查一些人口的基本資料 那人口資料當然除了年紀啦 這些基本之外 他還會看你的學歷嘛 所以你發現喔 其實美國 美國人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數據跟台灣比起來怎麼樣 你覺得美國人有很厲害嗎 不是很厲害啦 就是說讀書也不代表厲害啦 就是說 美國人其實他們不一定那麼喜歡念大學啊 你看他們13%是沒有完成高中啊 30%也只有高中啊 那念大學念沒有畢業的也有29%啊 真正最後大學畢業只有28%啊 我們台灣大學畢業的百分比應該高不高 應該有50%以上吧 搞不好還超過對不對 所以這句話證明 這樣的一個現象你覺得怎麼樣 有念大學真的比較厲害嗎 念大學當然是一個幫助你自我成長的機會 但是如果你在念大學的過程中 沒有辦法得到任何啟發的話 那其實有念跟沒念是一樣的 甚至更慘 好啦 所以這個只是要看看喔 這個是他們的 這個普查局得到的資料 但是他這邊只是一個county的資料 就一個郡啦 美國的county就是類似我們的一個 美國是州嘛對不對 州就類似我們的一個省啦 那一個county就類似我們的一個縣 類似一個縣的概念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county呢 裡面他選300個人 然後大家看看這個 他調查出來的結果 跟我的這個分配比例 所以他這時候他的比例是什麼 他的這個機率分配 就是他的期望的機率分配 這個時候可能就不是任何的特 他就不是所謂的什麼常態分配啦 或者是均勻分配啦 或者是person分配啦 他可能就是一個分配而已 那但是那個分配就是適合什麼 美國的所謂的人口裡面的大學 不是大學 就是他的學歷的這種分配而已 懂不懂 那這個分配沒有特定說 他一定是什麼樣的一個型態啦 反正這是他的結果 好 所以13% 30、29、28歲 這邊有幾個category 四個category對不對 四個項目 然後呢 四個category 然後我們就要去 他有一定的百分比嘛 然後呢 這個是你觀察 300個是你觀察值 那裡面有43個怎麼樣 76個怎麼樣 96個怎麼樣 85個怎麼樣 這個是他的觀察值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檢定 他的林肯俊的這個 這個分配呢 跟我的這個全國的人口普查的分配 到底有沒有一致啦 好 所以我們的主張 H0是怎麼樣 H0是幾乎是一樣啦 好就假設是一樣 就代表他的主張是一樣 所謂主張一樣 意思就是他那個比例分配是一樣 然後H1呢是什麼 是不一樣的概念 好 那接下來當然其實你最 其實可以先 當然你如果用假設檢定 你可以先用 如果是用那個text value的話 用那個critical value的方法 你當然要先找出他的什麼 critical value是多少 那critical value 當然這邊 剛剛說alpha是0.1嘛 那四個category 所以自由度是4-1 變3 所以你可以先去 用chi square invert.rt 先去算出來他的critical value 是6.25 26.251 這個課本一樣 那接下來就算他的檢定值 那檢定值的話 這個是四個category 先把它寫出來 你的觀察頻率是 43769685 對不對 這個是你的觀察 given的 那你的期望頻率呢 你的期望頻率 這時候你要把它換成 跟它是一樣是人 原先是30 像這個是多少 13% 30%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把13% 乘上你的300 因為你的總取樣數 這邊是300 所以把13%乘以300 變成39 這是你的期望值 然後呢 30%高中學歷 所以0.3乘以300 變成90 90是你高中學歷的期望值 以此類推 把這個表先把它弄出來 弄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去算出他的檢定值 chi square的檢定值 算出來是3.531 那接下來3.531 就可以跟這個critical value 6.25就直接做比較了 所以一比呢 發現怎麼樣 它落在哪邊 落在非拒絕域嘛 那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我們當然就不拒絕 虛無假設 那同樣的呢 你也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p-value的方法 所以利用chi square.dist.rt 然後把剛才的 剛才的檢定值是3.531 然後自由度是3 然後算出來的p-value 那p-value這時候算出來 就0.31667 那這個值當然遠大於α0.1 所以當然這個就是p大於α 所以是落在非拒絕域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再做結論 說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拒絕 支持拒絕 這個反正你自己在論述的時候 這時候要寫清楚啦 要寫清楚 好 再看一個例子 來 溫子杰 來 因為研究員直到 在1歲到18歲 因為一槍熱血龍 請你們的分配如下 其實4%是意外 16%是自殺 18%是謀殺 在他的陣上 過去一年內有68人是意外死亡 27人是自殺 人是謀殺 在α0.1之下 檢定體力如上術的主張 這個課本 這本課本舉的很多例子都很奇怪 都是犯罪的例子 所以犯罪代表這個資料還蠻 蠻受到重視 至少在美國那邊 好啦 這邊當然也是一個分配的概念 只不過這個分配 當然他的期望值還是 基本上都是given 就是像這個 他的期望的頻率 像74%、16% 這些都是 都是人家研究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他的期望頻率是一個fixed 他不會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的 我們剛剛說過是透過計算 是透過計算算出來的 好那同樣也很簡單啦 所以很快的看過去啦 陳述主張 H0是什麼 H0就是他的分配是跟他的 就是說這個 他陣上的這個死亡的分配 跟這個 之前他所讀到的這篇文獻 他的分配是一樣的 那H1對立呢就是不一樣 就這麼簡單 然後求靈界值 α0.1 那這時候他只有幾個 三個category 三個category 所以自由度變值剩下2 然後α是0.1 算出來的critical value 就是4.605 這個可以先算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去算他的這個 減定值 那減定值一樣 你把這個table 簡單的先把它弄出來 這個原來的觀察是68275 然後你的期望就是 按照剛才的百分比 乘上他的取樣數是100 就可以得到74是60 就這麼簡單 好 那 那你就算出他的chi square 算出來是10.549 那10.549 再去跟剛才的什麼 剛才的這個4.6比 那10.549 當然遠高於4.605 所以他就是落在拒絕域 所以代表什麼 我們是拒絕他的 拒絕虛誤假設 那同樣的你可以用p value 算出來是0.005 那0.005跟α0.1來說是差異 比較小 所以當然是落在拒絕域 好 同樣的概念 就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這個chi square的來減定 這個分配的適合度 其實很簡單 跟我們之前看的 看的這個假設減定 是不是都一模一樣的概念 唯一的差別就是差在他的什麼 算他的減定值 OK 這個有沒有問題到這裡 簡單啦 好 然後 然後其實 其實Excel裡面還有一個更簡單的工具 就是 像剛才你要把這個表弄出來 然後去算對不對 那 Excel裡面有一個內建的函式 叫做chi square test 就是在做卡方檢定 做卡方檢定 所以呢 其實 可以直接做它 好 這邊這個例子 這個就是 類似啊 剛才我們這個是什麼 剛剛那個什麼 汽水口味有沒有 汽水口味的資料 你把你的觀察值寫一個列 然後期望值寫一個列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用一個叫做 chi square test 這個函式 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用一個叫 chi square.test 然後呢 這個裡面下兩個參數 那這兩個參數代表什麼 一個是代表觀察值 一個代表期望值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看他的chi square test 第一個參數就是actual range 就是你觀察值啦 那第二個就是 expected range 所以呢 一個就是這一列 一個是這一列 然後呢 把他打進去之後 他就幫你算出這個值啦 那這個值是什麼 你覺得這個值算出來是什麼 這個算出來是什麼東西 p-value 對啊 這個就是p-value 他直接幫你算出p-value 所以他不是給你一個卡方值 他是給你直接用p-value 所以這個就是p-value 這個p-value 0.01234 跟我們剛才 跟我們剛才這個有沒有一樣 我們直接用chi square.test 然後自由都市算出來 0.01234有沒有一樣 一樣 所以他直接用chi square.test的這個函數 他直接幫你算出來他的p-value 所以你直接用p-value跟alpha比 就可以去做這個假設減電 OK 那清楚嗎 好那當然 那你說如果我要反過來呢 如果我反過來要求什麼 我p-value知道之後 我要假設他知道他減定值 那你一樣啊 就用這個什麼 invert就好 你現在知道p-value對不對 你現在直接把a5就這個嘛 然後呢 自由度是4 你就可以反算出來什麼 這個p-value所對應的什麼 卡方值啦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來 他的減定值就罷了 就這麼簡單 好 所以這個都是反正 機率跟數值之間是可以直接交換的嘛 OK 好 到這裡OK啦 那這個題目你們自己有時間回去算一下 好 我們接下來看這個 我們剛才看的東西是叫做一維的 這個卡方檢定是檢定某一個隨機變數 它的觀察跟期望值 那是一個變數 然後它的一序列的值 所以它是一個one way dimension 一維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卡方再加上另外一個維度 那這時候我們會用一個叫做contingency table 那contingency table這個中文有人翻成叫列連表 課本也是翻成叫列連表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聽過這個名詞 列連表 它其實就是一個table啦 那contingency在英文的意思 其實還蠻多樣的 那它把它變成叫contingency table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原因 反正就知道它就是一個表就對了 那這個卡方分配加上列連表 它可以做什麼動作 因為我們剛說過 剛才的適合度的檢定其實是一維的 因為它只有一個變數 一個變數雖然它是檢定它的期望值 跟它的觀察值 但是它畢竟就是一個維度的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如果卡方分配 要來做變數獨立性的檢定 或者是比例一致性的檢定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變成是二維的 這時候資料會變成二維的資料 當你有二維的資料 當然最簡單的就是 你要透過一個表格 透過一個table去 剛才雖然我們那個也是表啦 但是我們那個表某種程度 它是只有看一個方向的維度 那現在如果你有兩個維度的話 你就變成兩個方向 都要同時去看的時候 那你就需要一個叫做列連表的概念 去把它把那個資料整理起來 把那個資料整理起來 那它可以做兩個事情 就是獨立 那獨立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兩個變數選出來 我要看看這兩個變數 它們到底是差很多還是差很近 差很近的話概念就是什麼 相依嘛或相關啦 這兩個變數的數值差很近 那就是相關 那如果差很遠 那這兩個變數可能叫獨立 所以這個是變數的獨立性檢定 那比例性的一致性呢 我這時候可以挑 從許多母體來挑它的樣本 然後看看這個還是一個變數 但是它是變成很多母體 那看看這個變數的比例性 是不是相等 那這個東西其實比例的一致性檢定 我們在第八章其實也有看過啦 對不對 我們第八章是比較 或第八章跟第九章都有看過啦 特別是第九章 第九章我們是比較 兩個母體的比例性檢定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我們第九章有談到 比較兩個母體的比例性 然後我們不是有倒了一堆公分 不是我們倒了 這課本有寫了一大堆公式有沒有 就是那個P bar啦 什麼P cap啦 有沒有 上次在上上一節課我們提到的 但是那個也只不過是兩個母體 兩個母體的比例性檢定 那現在我如果有三個母體呢 或有四個母體呢 那我要比較這些 不同母體的比例性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就沒辦法 用我們之前第九章所談到的那個檢定 那第九章我們那個檢定是什麼 是Z檢定 字記檢定 那沒辦法用機檢定的話 我們就只好再拉回來用卡方 跟這個用卡方檢定來看它啦 好這個我們待會看了就知道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獨立性的檢定 獨立性的檢定就是 基本上它還是要做一些假設乘數 基本上它是卡方嘛 那卡方在做獨立性檢定也是一樣 它就是先假設它是獨立的 虛無假設是獨立喔 那對立假設是相依 所以這個要記住 卡方的獨立性檢定的時候 它的虛無假設是獨立的 然後呢 它的對立假設是相依的 那這樣的概念當然它有些前提假設 當然是隨機樣本 隨機樣本 然後呢 它的期望值必須超過5 期望值超過5 如果沒有超過5的話 就代表它可能那個數值太小 所以你可能必須把某一些 category要把它合併起來了 這個是它有一個要求啦 所以期望值超過5 好anyway 這個是它的一些假設 那至於它的概念是什麼呢 它的概念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會把它寫成一張表 我們先用一個例子來看好了 這樣子看 好我們先用這個例子來看 待會我們要看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 要檢定兩個變數之間 它到底是獨立還是相依相關 像這個例子就說 三個醫院 ABC三個醫院 那每一個醫院它都有一些所謂的 感染的情形 這個當然 反正就是它的例子就這樣 好手術部位感染啊 什麼肺炎感染 血液感染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就是說 感染 這是一個變數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變數 醫院 也是一個變數嘛 那這個醫院的變數 跟我的感染的變數之間 有沒有相關 如果有相關的話 那代表什麼 你覺得呢 代表這家醫院可能比較爛啊 如果這家病院的感染人數是比較高的話 那當然這家醫院就比較不好啊 對不對 或者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概念啊 就是說我們要討論這兩個變數 就是某些 某不同的醫院在感染的情形有沒有不一樣的這種情形 然後這兩個是兩個變數嘛 醫院也是一個隨機變數 然後這個感染的部位也是一個隨機變數 那這兩個變數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 是獨立的 是沒有相關的 就是醫院 醫院就是醫院 感染就是感染 它反正 不會因為你的醫院 所以某個特定醫院來造成它的所謂的感染人數會比較多或少 所以我們要檢定這兩個變數到底有沒有相關 那這個概念呢 就是所謂的獨立跟相關的一個檢定 那這個時候可以用塔方檢定 那這個怎麼檢定呢 我們待會兒先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節可以繼續講 好 休息一下 好想要 好想噢